我們直接看課本的題目 我帶你做 課本的第一題3 這個題目很好 來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我帶你做一次 先撥題話 我拍這邊 這邊有 我先從那個第一題開始做 來 這個第一題 哈囉 來 同學第一題是誰 叫做 x的平方 然後怎麼樣 減掉4倍的x 然後再怎麼樣 加3 要小於等於0 OK 來 那個所有同學看這邊 同學這種題目 高一一定要揮 你知道我們現在課本跟你說你只要揮一種做法 什麼做法 你只要揮畫圖就好 來 所以這個題目 你跟著我寫好了 雖然課本有寫 但是我希望你再跟我寫一次 我們就令 f 叫做誰 叫做s平方 減掉4倍的x 再加多少 再加3 趕快寫上去 對不對 你就令他叫f of x 然後這個題目要問你 f of x 怎麼樣 那小於等於0 就到底哪些x丟進去這一台機器之後 出現的y會小於或等於 這樣聽懂這個意思嗎 來 快點 我等你 你先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這邊我會慢慢教 好 好 那現在我要求我們班同學要做一件事情 同學這種題目一定要畫圖 我們現在新科剛很強調這一點 來 同學我先問你 這是開口朝上來朝下的拋物線 你不要連上下都分不清楚 這一題就掰了 這朝上來朝下 這朝上 所以你考試你就這樣 你就分析問題吧 來 你就先畫一個開口朝上拋物線 來 我等你 來 快點 教你 我先教你sop 先畫一個開口朝上拋物線 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每一條拋物線都有一條什麼軸 對剩軸 對剩軸 對剩軸我們要你背 其實有對不對 對剩軸 來 請問你 他對剩軸叫做s 等於多少 2a 分之多少 -b 這個是配方來的結果 好 那請問同學 a是dota a是dota a是1喔 所以2a是dota 2 b是-4 所以-b是dota 4 來 請問你 這個是dota 2 水喔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這個是2 那他的領點的y座標 就是f2 我們來算一下 領點的s座標已經知道了 叫做2 領點的y座標就帶回去 來 叫做2的平方 減掉2乘以4 所以是減掉8 再加3 來 所以請問你 領點的y座標是多少 這個是7對不對 7-8 所以是dota -1 好 所以你把領點抓出來 來 請問你領點的座標是多少 2-1 好 我等你喔 給你10秒鐘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可不可以 那如果可以的話 現在的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的領點的y座標 你把它框起來 我等你 你把領點的y座標框起來 請問你領點的y座標是正來負的 負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有一個拋物線開口朝上 領點的y座標是負的 代表他的領點在哪裡 我覺得你要思考一下 對 如果有一個拋物線開口朝上 對吧 等一下我們確認他開口朝上 領點的y座標是負的 代表他的領點在s軸的下方 所以請問你 s軸在哪裡 s軸在這裡 來 你把s軸畫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你的s軸 這樣有沒有問題 之後再講什麼 這樣可以喔 好 如果可以的話 那接下來同學你再看喔 在x軸上方的這個部分 來 這個我用藍色的粉底幫你塗起來 這裡的每個領點y座標是不是都是正的 對吧 然後在x軸下方的部分 我用紅色的粉筆幫你把它塗起來 這裡的每個領的y座標是不是都是負的 所以同學你應該知道正號區在哪裡 正號區是不是在這裡 這裡 藍色這個是正號區 對吧 藍色這裡是正號區 那請問你紅色這裡是什麼區 負號區 這樣有聽懂嗎 之後我們在講什麼 哪裡 好 你去沒有問題 哪裡 你說哪裡外面跟裡面 就是認同學 不是正號區 齁 它的意思是說 來你看喔 我們等一下 你先看我這邊喔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這一些藍色的點啊 它的y座標是不是都是正的 對吧 然後你想想看喔 只要你的x在這個範圍裡面啊 這些點它的特徵就是怎麼樣 它的x座標是不是都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你投射下來的話 你投影下來 對不對 你會發現它的x座標 是不是都在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數學上 就把這個範圍稱為叫什麼區 叫正號區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範圍裡面的x帶進去之後 你得到的y 永遠都會大於0 這個概念叫正號區 所以我們就把數線做分割 這一段是正號區 這個無線延伸 那這裡是什麼區 負號區 為什麼是負號區 因為這個曲線 這裡的每一個點 y座標都是負的 這些y座標都是負的 這些點 它的s座標有個共同的特徵 一定會落在這兩個點的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投影回去的話 它是不是都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聽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的任何一個s 丟進這個函數 你得到的對應的y都是負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 叫負號區 對不對 所以正號區跟負號區很簡單 看它圖形在上面還是下面就可以 這樣懂嗎 這樣OK齁 好 那你知道這個題目最關鍵在哪裡嗎 要怎麼樣才能寫答案 請問你 你是不是要把這兩個結句找出來 這個跟這個找出來 請問你這兩個要怎麼找 這不就找方程式的根嗎 來看我這邊 s的平方 然後減掉4倍的x 加上3 對不對 解不等式就是解等式嘛 就是解方程式 我們常常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我要找s結句 你找說s結句 你才能判斷哪裡是正號區 負號區正號區 所以你要看它的s結句是多少 請問你這國中會不會做 看我這邊看我這邊 這國中會不會做 會啊 這國中怎麼做 十字交成嘛 來這個x 這個x 你告訴我這兩個數字要配誰跟誰 -1跟誰 -3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配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來這個出來了的結果叫做s怎麼樣 S-1 再乘上s-3 等於0 所以請問你 你的s結出來是誰跟誰 1 或者多少 3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同學你看你的圖 來請你告訴我這s結句是多少 3啊 這s結句是多少 1啊 結束了你知道嗎 我們高中課本就希望同學這樣做好 來那同學你看看喔 我們今天希望找小於等於0 所以我們要找什麼區 哎呦 小於或等於0嘛 所以是不是要找負號區 但是等於0的也要進來喔 所以請問你看著這個圖寫答案 你的最後x一定大於等於多少 1 小於等於多少 3 對吧 對啊 我要紅色的部分啊 我要負號區啊 包括它的兩個端點 這樣可以嗎 欸我們寫錯了 應該沒有了 那答案就這樣對不對 好 然後你要記得它的區間表示法怎麼寫 大於等於1小於等於3 如果用區間來寫 就是要寫中括號喔 1 到點3 好 這樣會嗎 這樣會喔 確定 真的可以 懂不懂嗎 好 好 來 幸福的題目 我回這邊 這可以喔 我們現在再做一題 再做一題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第2小題 這個第2小題喔 這個題目來3減掉什麼 喔不對 是3加上x 然後再減掉x的平方 然後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小於0 這怎麼做很簡單 來 你先看我這邊 我們先按照順序來寫喔 把它寫成負的s平方 3加上x 再加上3 小於0 這樣寫可不可以 這樣寫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樣寫哪有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那請你告訴我 這種東西要怎麼做 課文跟你說 這種東西你就 就全部畫圖就好了嘛 來 你就令f的x 叫做誰 看到這邊 令f的x叫做負的s平方 2加x 再加3 這樣寫可不可以 然後他會找小於0的 所以就是要找f的x 小於0 到底哪些x帶進去 你得到的y會是負的 所以你只要會畫圖 這個題目就結束了 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始畫圖囉 請問你 領導係數是負的 這個他會先開口 是朝上還朝下 下 所以你現在跟著我一起畫 因為我的做法跟課本略有不同 但是其實答案都一樣 來 你畫一個開口朝下的發護線 快點 我等你啊 快點 沒有問題喔 好 抓出他的對稱軸 欸 雪 來 對稱軸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對稱軸要背喔 來 對稱軸叫做s檔給多少 2a分之多少 2a分之多少 -b 這個我們配方配過嘛 我們都很熟 來 2a是多少 -2 -b是多少 -b是多少 -1 所以請問 來 這個傢伙是誰 2分之1 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 那頂點的y座標 F F 2分之1 我們就帶進去看看啊 2分之1帶進去 2分之1的平方 4分之1 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是負的4分之1 然後這裡2分之1帶進去 這裡加2分之1 然後再加多塔 再加3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這4分之1加3 所以是4分之多少 4分之13 你把這個頂點座標標出來 這個頂點座標 s座標是1 2分之1 y座標多少 4分之13 剛才那天下場 好 你去 好 你去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欸 你這算出來接下來 什麼 什麼事情 來 同學我同學 頂點的外座標 來 你把它空起來 頂點的外座標正的還負擔 正的啊 所以它在暗示你什麼事情 欸 頂點的外座標是正的 那就代表它開口又朝下 就代表它的頂點在s軸的哪裡 上面 所以它的s軸 應該畫在什麼地方 應該是畫在這個地方吧 來 這個是它的s軸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沒有問題的話 來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在這個點的右邊 這個叫什麼區 欸 你們現在會看嗎 正號區 負號區會不會看 在這個點的右邊是什麼區 哇 這是負號區 然後在這兩個點的中間 這兩個根的中間是什麼區 這是正號區 然後比這個小這什麼區 這負號區 知道嗎 為什麼這裡是負號區 因為這裡的每個點都在s軸下面 他們的y座標都是負的 對吧 這些點的共同特徵 就是它的s軸下面 都會比這個點還要來比大 就是你懂的 這一塊就是負號區 這樣知道嗎 這也是喔 這負號區 然後這個是正號區 好 慢慢講 行不行 行不行 沒有問題喔 好 來 那現在同學我跟你講喔 這個題目很簡單 請問你 這個題目他要找小於0的 這個題目他要找什麼區 靠 他要找什麼區 他要找負號區啊 對不對 他要找到底哪些s丟進去之後 你出現的y位小於0啊 所以就是藍色的部分啊 換句話講 這個題目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這個交貨跟這個交貨 這個s結局找出來 你找出這兩個結局 你就準備寫答案了 你知道嗎 我們課本就是說 你只要揮畫圖 這種屏幕都超級宇宙無敵簡單 對不對 你把這兩個s結局找出來 比大的大 或者比小的小 都會小於0 都在負號區 聽懂這意思嗎 好 那現在問你喔 這個怎麼找 哎呀 這個怎麼找 這個很簡單啊 要解這個方程式啊 來 這個方程式叫做負的什麼東西 負的s平方 然後怎麼樣 這樣 加x 再加3 要等於0 來 那個同學你看好這邊 這個你會不會解 如果你不太會解 我先讓你熟練一下 兩邊同乘以負1 先把它寫成s平方 減x 再減3 等於0 請問你十字交成可不可以 對你們來講 應該會覺得不行 對不對 因為配不出來 十字交成不行 你還有一個大絕招 叫做什麼減 國中的大絕叫做什麼減 哇 糟糕 好像忘記了 那個叫什麼減 公式減 公式減會背嗎 2a分之什麼 負B 加減 更號 什麼東西 d平方 減什麼 cac 那我問你 如果你忘記那怎麼辦 考學者不會忘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一頁會把高中數學所有公式都列上去 所以你說老師我有點對不起來 沒有關係 你翻到最後一頁他有公式 可以嗎 來請問 看這邊看這個啊不要講話 來我問你 a是多少 看這裡 a是多少 a是1啊 來請問你 v是多少 講話 v是多少 負1啊 那請問你 c是多少